谢谢大家 总结出来的 那是不是只有日本有这种段子,当然不是 接下来分享一个北方的 这也是我,我是天津人 旁边就是北京了 这个地方也有很多的效果段子 第二个段子 跟各位分享一个 做一个文化比较 叫做 甲行甲 甲行甲 我记得以前好像看过一种 连续剧给小孩看的 假聪明 假的聪明 假行甲 这个故事不是现在的事 多等的事大概是清朝末年 这在北京城里发生的事情 有一个董大 姓满 自己觉得好像 天津学 事实上什么都不懂 这满大爷呢 家里挺有钱 有钱 他其实什么都不懂 懂得钱是越多越好 钱越多越好 怎么办呢? 家里有钱 钱要滚钱做生意 他自己其实心里很有数 他其实做不了生意 得找个搭档 找搭档呢 人家就给他介绍 介绍了一个谁啊 就在这个南门前头呢 有个甲家胡同 里面住的都是姓甲的 这么个大家族 里面有个特别 行行精通的一个才子 贾先生 行甲 大家都管他叫 贾行甲 这到底是真的 假的也不知道 反正呢 这个满大爷有个外号呢 大家叫他满不懂 这满不懂跟贾行甲 不能凑一块去 哎 满不懂贾行甲 两个人就说了 贾先生 哎大哥 我们做点什么生意 您看 呃 咱们出去逛逛嘛 外面有的是机会 好好好 两个人就出来溜弯 溜弯溜到这个 宣武门外面 有那么一条东西向的市集 啊 那都是南南南店北店啊 在这个北门北边的这个店呢 有这么看见这么一家 两个店面 哎 一家药铺 外面就写着 这个店要顶着 此店出档 哎 货物出清 偶要顶着 这贾先生 贾先生说 哎 大哥 咱们进去看看这个吧 哦 啊 贾先生 这个药行您懂吗 哎 我们老本行啊 这有什么问题 好好 那进去看看吧 两个人一进店面 哎 啊 掌柜呢 哎 欢迎光临 两位有什么事吗 啊 我们看见你门口写这个店里面要要要要要顶让了 哎 我们进来问问 啊对对 两位有兴趣吗 哎 这个我们这个店里面的物资还蛮丰富的 您两位有意愿要接吗 哦 我们能接啊 哎 多少钱呢 哎 两千块 当然不是养两张小朋友吧 那个时候的两千块 价值连城啊 两千块 这么这样小坡店两千块太贵了 您听着 这不是这样两千块的算 哎 后面啊 还有个院子 哎 然后呢两间住房 三间堆房 三间仓库 哎 而且您看看我们的店里呢 这些家具 药 药柜 哎 这个柜台啊 这些桌子椅子 这些家具啊 都是搬不走的 哎 我们都留在这儿 另外呢 后面三间堆房里面呢 哎 基本上 有着很多的药材 哎 你们大概两三个月不进货 也没有关系 哦 这样啊 这满大爷一想 好啊 现在住的地方也不怎么样 哎 哎 家里面呢 就有一个老婆 一个六岁小孩 哎 干脆就搬到这儿住算了 哎 好好好 高兴了 当场就掏了五百块定金 哎 谢谢你 哎 那个我们三天之后搬过来行吗 哎 您别说三天啊 哎 你明天搬我们都行 哎 我们这儿已经准备好了 什么东西都不带走 我们走之前 顶多帮您打扫干净 你明天搬了都行 好 那说定了 我们三天之后搬过来 好 没问题 这两边就成交了 三天之后 付了剩下的钱呢 这边就 乔迁之喜 就进来 进来之后啊 这个满不懂满大爷 跟这个贾行家贾先生 两个人就想 什么时候开张呢 好啊 翻黄里 看不 不老是字的 黄里也看不懂 反正选红的日子吧 也不知道大吉还大凶啊 反正就选了个时辰 哎 放鞭炮 他妈的大老早 四点半就放鞭炮 把他邻居下药 这怎么怎么怎么 滑里啪啦 这干什么这是啊 哦 有人开张呢 神经病这么早 翻了被又睡 这俩还憋着等客人呢 在会台呢 在会台呢 蒋先生 哎 大哥 怎么样 这怎么还没客人呢 哎 大哥天哪还没亮呢 你手酸不酸呢 要不然我们换个手 哎呀 这两个人在那儿憋着等 好嘛 终于等到天亮六点了 哎 外面进来个人 哎 拖着一对门帘 红色的纸 写着吉祥话 哎 哎 哎 两位掌柜的早 啊 您 客人吗 啊不 我来给您道喜来的 新开张 来来来 恭喜恭喜 哦 谢谢谢谢 您是在哪边 哪家店的高主啊 啊不 我不是在这开店的 我啊 之前那个掌柜在的时候 我就在门口啊 摆个摊 我是个皮匠 我姓陈 哎 哎 做一做这个修修皮包啊 皮鞋这些皮匠 哎 来给您道喜 还有个不情之请 哦 您您说 哎 我想呢 如果不妨碍您这个做生意啊 我能不能继续在门口摆摊 您看看 方不方便呢 哎 我也不跟您糟紧 不跟您打扰哎 我在您开店之前呢 我就让我都给您打扫干净 啊 如果有人客客人来的时候 我皮匠我也会介绍进来 买点药 对不对 哎 毕竟这年头大家都有点病嘛 哎 吃药是一定要的 来来 哎 我能不能在这里继续摆摊 哦 那没什么问题啊 您您就继续摆吧 哎 而且我跟您说啊 咱们好邻居吧啊 您在外面摆摊啊 如果下雨了您别客气 您就进来里面啊 哎 反正底边还挺宽的 哎 我们这个不是舞厅 占了很多地方 还有如果渴了就进来喝水啊 都说冲我说就没问题 您放心 哎呃 您就在外面摆摊吧 哎 那这太谢谢您了 哎 那个我就在那 哎哎 还有一个事拜托您 啊您说有什么事 我一定帮忙 哎 我们这刚来啊 哎 有个小孩 我有个小孩六岁啊 哎 在外面大概跟朋友什么 新的这些小朋友小孩玩的时候 万一起了点冲突打起来 麻烦你还给劝一劝啊 哎 劝个假 哎 那没什么问题 哎呃 就当我自己的事吧啊 啊 那个谢谢您了 这皮匠就出去了 六点多说完了 这俩继续在那 嗯 贾先生 大哥我知道了 等会儿就有客人来了 别别别别敢 别敢 啊我们这是凉晨吉日 凉晨吉日 凉晨吉日 啊 你知道手算了要吃什么中药 比较好 大哥你别到了 等会儿就有客人来了 终于憋到八点多 好吗第一组客人真进来 哟 换人了 啊 没吗 掌柜的 哎哎 您怎么 您买买买药了 啊 给我来两毛钱的那个银猪 哎 好您稍微等一下 贾先生 哎 两毛钱银猪 哈哈 贾先生回过头去 那大药柜子啊 哗啦哗啦 一个抽屉一个抽屉 就开始看 整个翻了一遍 其实第三个翻的就是银猪 银猪是干嘛的 那个猪砂粉呢 以前调那个印尼啊 那个啊 用这个银猪子来调 哎 银猪粉 哎 翻到第三个不是字啊 看不懂 哗啦哗啦翻了一遍 嘿 哎 大哥 咱们这个抽屉还挺顺的 不知道哪个木匠做的 嘿 人家买银猪 你在那看着 哎 哎 大哥 银猪好像 卖完了 啊 好吗 那跟人家说吧 别别别别说 别说 第一个客人啊大哥 这台长怎么能把客人赶走的 不吉利 你等会等会儿 哎我跟你说 哎 原来那个掌柜的 不是交代给我们一个小徒弟吗 说是他侄子啊 哎 我们能不能够继续用他 是不是 你也 问他名字了 看起来挺老实的小孩 我让他帮点忙吧 哦 你说那个叫窝囊费是不是 啊 对对对对 哎 哎 我让他帮帮忙 窝囊费快快快快快快 哎 我帮你配药了 你稍微等一下啊 哎 那去 拿两块钱 回去 去外面那个银楼 去买两颗银珠子 哎 六六六钱的小银珠子 两颗两颗 哎 他们还没开 哎 瞧门啊 做声音要紧 快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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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孩不懂 出去硬是买两颗银珠子过来 贾先生拿过来之后 装模作样的拿纸包好之后 哎 快快 久等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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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毛钱 哎 怎么这么沉呢 掌柜呢 我买银珠啊 是银珠啊 这这这 真银子的 啊 这是我们的同手无欺啊 哎 哎 您回去拿道具 里面如果是镀的是锡的是铁的 我没人说话 我们是同手无欺 货真价实 银珠子 你死这白脸 把人往外推 这个人心想那边 我买点那个 猪砂粉 你给我银珠子 这这这 后来想想 拉倒了吗 两毛钱赚两块的银珠子 哈哈哈哈 谢了谢了 走了 这满大爷 这满不懂 贾先生啊 哎 怎么样 大哥 咱们这生意能这样做吗 大哥 先陪后转 先陪后转 是吧 你看看 这只要立了个口碑 而且咱们良辰吉日 良辰吉时开的章 又是第一个客人进来 你看看 这个先陪后转 以后他买八斤人参 你看咱们转转 好好好先陪后转 这满大爷没办法 继续在那等 一会又有一个客人进来 换主了 掌柜的 掌柜的 你好 买什么 给我来两毛钱的白鸡 白鸡洗衣服用的 草字头一个状元吉地的鸡 白鸡 两毛钱白鸡 好好好 谢谢您等会 贾先生白鸡 好好好 这贾先生回过头 又吃了叉叉叉 拉那个小棍 看不懂 白拉了一顿 他这好 白运动了一趟 大哥 白鸡好像 卖完了 又卖完了 那跟客人说吧 这点客人就把他赶走 这口碑不好 人家不是说 很多同伙 咱们在后面找找就有了 还是等会儿 我有办法 你又有什么主意啊 客官您稍微等一下 我们帮您配药了 卖到费 卖到费 快快快 两块钱 两块钱 快去 市场开了 去买一只白鸡来 快去快去 白鸡快去 快去快去 快去 这小孩可怜的 又出去跑了一趟 回来 三斤六大白鸡 皮肤跟我下个下 左右检查一份 真是白鸡 就脖子这有两根黑鸡 他把它蹬下去 哎 白鸡 来 吓一跳啊 这 这干什么 我买白鸡啊 是白鸡啊 你看一根黑毛都没有 这白的 来来来 你回去 来来来 这一定是可以治病的 来 这不是我这 我买白鸡 死之百里把你往外推 这人心想 好了 我回家炖鸡吃吧 走了 两毛钱 买三斤六大白鸡 好嘛 这满大爷更着急 贾先生啊 这咱们这 这生意能这么做吗 哎呀你们大哥 我跟你说先赔后赚哪 哎 这一个客人来 红走两个人来 你看看人家都很满意度很高的 哎 到时候他买买五斤当归 十斤当归 你看咱们赚不赚 好好好 先赔后赚 这还不一会儿 不一会儿的功夫 又进来一个 转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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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您咋 要买点什么 我买那个 父子 哎 是吧 哎 从你猜什么 哎 调理肠胃的 哎 这个女性呢 调理这个月氏的 父子 我买那个父子 来 来 三毛七父子 哎 好 贾先生 那个买父子 这贾先生 这次连那个柜门都没开 大哥来来 大哥来 我跟你商量点事啊 哎 咱们俩做生意啊 哎 您出钱 我多少应该出点人力 对不对 我呢 也有个儿子 现在人在南京啊 这缓不济集啊 哎 我看今天就先委屈你 反正人家也不会把你吃了 来来跟我把后面咱们那个 我们那个闲职啊 您把他领出来 跟人家走 啊 这卖父子是真的父子 哎 别大声这样 让他看得多笑 快去快去 哎 您等会儿啊 那后面就帮您拿药去了 这满大爷心里这个 哦 啊 把我们都给卖了 到后面 住房那儿 一开门 他老婆呢 在炕上做活呢 小孩儿的地上玩 这满大爷看见自己小子 眼泪都快下来了 小子 爸爸对不起你 这 跟我走吧 要 什么事啊 不是 人家来买父子 不 我们这儿没别 就我们这对父子 跟我走吧 跟着配药去了 还要那个死老鬼 大奶奶哪让啊 还要那个死老鬼 缺德的 你干什么这是 别闹了 不行啊 不能毁有损伤玉 假计言说先赔后赚 人命都赔了 你还赚什么呀 不是你跟我走吧 这三个人都后面 边打边闹边拉边扯 就走到前地儿来了 我说长官员 怎么还没配好药 来来来来来来 大嫂你别闹你拉 父子 哪能领啊这个 长官员 我买父子 亲父子啊 您带回去 如果是假的 我愿意受罚 这俩你看长得那么 不是不是 长得那么像 这些亲父子 怎么看得瘟生的 来来来来 带回去配药吧 哎呀 大嫂您别急 等下配完药还得送回来 一定是活的 您先配药小心点 就要往外推 那人哪能领啊 这边推边打 你闹成一片 正好又进来一个客人 这个人呢 还是天津人 天津人 所话就见过 天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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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跟这个啊 大嫂您也别闹别闹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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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哎哎 您您来的太巧了 我们这就剩仨人了 您要买第四个也没有了 咱们跟着走吧 咱过来骂 我买仨人啊 这咱们这就是仨人啊 三个人三个人 来走走走走 好嘛 这下子闹翻天了 里面是东者希腊 这边哭那边嚷嚷 这边打那边闹 好啊 陈皮就在门口听着纳闷了 进来了 哎呦 这怎么啦 哎 瞒大爷 怎么了 陈先生 别问了你 我今天是倒了没催的 我告诉你 我这个大党啊 我们这个假仙人 假行家 真是假行家 我给他开着粥要花两千块啊 第一个客人进来 第一个人进来 要买两毛钱的银珠啊 咱们都花两块钱 给他打两个银珠子拿过去 告诉我先背后转 买到我也只能演了 后来第二个人进来 拿两毛钱 说买白鸡 这人就 又让我们这窝囊飞 不是 他真叫窝囊飞 出去拿两块钱 买了一只三斤六大白鸡回来 给人家拿过去了 这就亏了 是一块六毛钱的 第三个来 说要买副资 把我们俩给卖了 现在第四个客人来说要买仨人 我们这全都给卖了 你看这倒不倒霉 好嘛 那个陈先生一听 转过头 撒腿就跑 陈先生 你跑什么 我还不跑 等会来个买陈皮的 把我也给卖了 谢谢 我等会如果讲不好 把我也给卖了 好 我们这次休息个五到十分钟 等会来继续听这个压轴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期待接下一个节目 那个 梁昂斯首先在这边 然后 来